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歡迎收看 飛台當家 Yeah 公尉啊 講話啊 羽龍貢舞小公主是剛剛那個嗎 喔 不是 現在又有一個 不愧是 我們有圖片欸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吧 圖片是什麼 羽龍貢舞小公主 哇 你都可以很直接做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這哪裡奇怪啊 這在哪啊 這在我家啊 你家好大啊 太大了吧 是客廳而已啊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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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 裡面有裝人嗎 沒有 這是全自動的 塞電池就好了 他吃電池 真的假的 那他人容易壞嗎 不會啊 那他可以 就是來現場讓我打個地圈 可以啊 太大隻了吧 希望下個禮拜二可以看到他 那一套其實蠻貴的欸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那一次開完直播之後 超多人在詢問我 都覺得我應該去開那種代購團 代購團 所以如果你想要這恐龍 我請打一下的號碼 代購團 蠻尷尬的欸 你不知道要吸收多少錢比較好 收多少錢 對啊 你說抽多少 對啊 你就抽多少比較好 看行情 看你想要賺的比行情多還是什麼 那一隻恐龍 不知道欸 比方說代購 代購 代購有錢就是每年 原價 原價一千好了啦 這東西你在外面買一千 然後加上運費 跟一些原美的東西之後 你覺得開多少給人家比較好 是不是 不好想齁 還好吧 我大概就抽一到兩百吧 抽到一到兩百 差不多 日本代購差不多 一兩百 如果是歐美的話 歐美的運費很貴 對啊 歐美運費都要兩三百以上 我看人家代購外國 就是直接匯率 他就直接調比較高 然後運費 你要自己另外負擔這樣 對啊 一般都是運費 叫他們自己想辦法 然後再從中間去吸收 就是大概吸收多少比較好 直接算匯率 通常比較不會有人講話 就是你匯率稍微調高一點 如果有人叫我代購的話 就隨便我開了 看行情 免費 八萬一好了 Double 我以為你要說free free 我沒有辦法free 我free的東西很少 那就是剛剛這個 我們羽絨共舞小公主 不要不要在那裡小公主了 超多小公主 不會不會 這就是你之後的傾向了 哪個國家來的 就玉之鄉 玉之鄉 玉之鄉 玉之鄉國 玉之國 好 我看下一個 如如最近在開始玩人中志榮林 先擊破完再玩林 對真的有什麼看法 現在玩到現在應該 還沒有什麼看法吧 沒什麼看法 就這樣子啊 還好吧 而且那一段好像很久以前 在麥卡貝也玩過了 我現在玩到才對 前面都還有 一點點而已 其實大概玩了一下下 可是後半段你應該還不知道 就我現在只玩到第四章剛結束耶 第五章剛開始 你還沒有玩到他的精髓 他精髓從酒店才開始 還要到 就慢慢打 而且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我在找那個支線探測器 人家說要先過某幾個支線之後 才會取得那個道具 對啊 因為我之前玩幾就是 那個就很早 很早就可以取得 然後就看到所有支線 全部結完才就結主線 可是我覺得 忍中之龍 零的支線不難找 他的支線 對 就放在主線路上 對 而且他很多驚嘆號 對啊 可是我會想要先 刻意去全部找出來 你就大概繞幾圈 然後看到人就講話 他大概就觸發支線 我也這樣希望 可是有很少部分 會卡在某幾個地方 對啊 所以還是希望有那個探測器 那個探測器在集裡面 超早期就可以拿到啦 大概 結幾個小支線之後就可以取得了 因為集的劇情線是真的很短 對啊很短 真的很短 如果我不打主線的話 如果我不打主線的話 零好像有13張的樣子 13張 對 然後每一張大概都要兩個小時 就慢慢打吧 今天晚上在早時間打 因為我禮拜四要下去 我禮拜四下去 禮拜一再回來 因為我新年沒有去高雄 現在是補過年的意思嗎 都幾月了 現在還補過 這個還有在補的嗎 沒有啊 就因為那時候沒下去了 然後也是回老家看看 對啊 所以我要回去 回去五天多 沒辦法開 你是因為什麼事情 被徵召回去嗎 沒有啊 就只是想要下去而已 突然之間 也沒有突然 是你自己決定的 對啊 就是那個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要去日本嘛 不是日本回來嗎 你要拿東西回家之類的嗎 對啊 然後我那個時候 心裡也沒下去了 我想說那之後再下去好了 順便要搞一些有的沒的 有的沒的 欸 好 反正所以呢 因為週末沒辦法 最近可能這兩天看 能不能把它開一開 嗯 好 那 老師有新房子 是不是 都弄完了嗎 安定下來了嗎 差不多了 有沒有東西不然上陪你睡覺呢 還可以 還可以是只有 目前還是睡 還睡得蠻蠻好的 也是 睡得還不錯 所以你那間房子 他那個時候提供你什麼 有一些基本家具 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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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用的 就是那種大型的 然後有熱水跟冷水 熱水冷水的 太耗電 我原本還想叫他搬走了 把那個線拔掉就好了 拔掉了 然後冰箱嘛 然後還有一個 你冰箱多大 你冰箱多大 大概叫桌子這樣 還真的是蠻小的 就這樣吧 我要來台北運氣不錯 我去 我搬的這兩間 你舊的那間不是冰箱也沒有很大嗎 可是算大 因為他至少還有冷凍櫃 你那間舊的有冷凍櫃 舊的算大的 我那個也有啊 就小小一層啊 這麼小 我那個有額外再開一個 可以做冰箱 他有兩個洞的 就是兩個拉門的 所以就運氣不錯 然後現在這一間超大的 一直有疑問就是你們覺得 什麼樣的家具 是你可以跟房東要求要的 到怎麼樣的 的 就基本吧 Range 跟房東要 因為這種東西通常 應該可以提供給你的 我通常在選的時候就會先砍 所以他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不會選這一間 對啊 所以如果要跟他要的話呢 通常不會這樣 特別去跟人家要 就沒有就算了 就換別人 對啊 一般來說真的說要要的話 電視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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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衣櫃 就是你需要有個櫃 一定啦 這應該都會附啦 床嘛 櫃子 然後桌子 桌子跟椅子 就這樣子 四個東西我覺得就夠 冰箱我覺得其次 我會覺得那些都是多付 冰箱其實現在基本上 也是基本款啦 通常都會付 大部分都會付啦 如果說要的話 冰箱也是希望有 可是我之前去參加 某個綜藝節目 他有那種機制問答 他裡面有出到一個題目 就是房東 應該幫你準備的東西 用哪一些 就是這些東西如果 沒有的話 你跟他要求 他沒有給點的話 其實是可以告違法 是違法的 來來來講一下 是哪幾個東西 我不知道 你沒有回法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他列很多 他列整個那個髮條出來 那你問個屁啊 然後就是說 房東是有義務 要幫房客準備這些東西 而且是只有台灣有 所以不是機制問他嗎 答案到底是什麼 那你是要個屁嗎 你說你問個屁 就是 對 好吧 這樣我們小公主 在這邊提供了這麼一個 有意義的東西 有興趣的自己查牌 剛好呢 現在也是 你知道畢業潮 快到了 是嗎 對現在三月大概四月左右 還有三四個月吧 沒有沒有四月左右 差不多啊 六五月就 大概是五六月畢業 沒有可是在四月左右的時候 這段考 這段時間 學分那些就差不多結束了 對就已經變廢物了 醉生夢死兩個月 太爽了 沒有應該四個月 因為先提前 然後他後面還在 賢藥暑假到開始 四五月左右 其實就真的是 沒什麼東西 然後在這個七八月的時候 又是暑假 所以會醉生夢死 四個月左右 然後在這段期間 有些人會開始 未來做準備 就開始找房子之類的 然後在找房子的做案過程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去搜尋這些法條 然後如果不行的話呢 就私訊到我們小公主 小公主會回答你的問題 不要不要 而且不要找台北 台北好貴喔 對 台北真的貴 超貴 真心貴 台北某幾個部分的 學生套房 會便宜一點點而已 某幾個部分是 就是跟很多地方比起來 會比較便宜 就是那種學區 看你要住什麼樣的情況 便宜的一定都有啊 不是就是不錯的地方位置 然後內容也很好 然後價位也OK 那個才叫做不錯 便宜 對 你說那種很爛很爛的 然後一個月算你一千的 我他媽也不錯 就只給你這麼醜 是不是 我覺得台北要找到便宜的 都是交通很難辦的 除了你自己有車 有摩托車或者是汽車 如果你有一台機車的話 就有用 可是就算你有機車好了 在淡水那種地方 也是很痛苦 還是很痛苦 淡水超遠的 淡水的房子就比較便宜一點 最北邊 對 所以嘛 反正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呢 可以待在南部 就待在南部 是不是 騎個山豬 不要來騎龍國 跟大家一起那個 跟人家擠這個地方 跟這些空間已經很小了 真的 大家一起分享 我每次回去的時候 那個機車 那機車明明就大家都可以停了 他一定要停成這樣 一台車 沒有他就是要這樣子 比方說這邊一台好了 那另外一台停這邊 中間他就再過去一點點 中間就可以再提一個 他不要他就可以停成那樣子 然後我就要自己在那邊搬 幫忙移車 有的時候真的想 你自己一腳踹下去 不管他了 車主在旁邊等 他就是等這種的 然後告訴你 對啊 之前還沒看過 就是錢包故意放在人家的機車欄裡面 那一種 那一種就是 很多啦 所以現在要嘛 就是你要找東西錄影還是幹嘛 人情嫌惡 對你就要拿手機這樣拍 要不然就直接直播給大家看 大家我們現在看到一個 錢包放在這邊 我等一下交去警察局 我們也要收起來 我如果等一下把他拿起來 看旁邊有沒有人衝出來 來試試看好了 試試試 沒事沒事 安全 出去看一下看一下 衝個幾下看一下 真的 好像有人衝過來了 欸欸欸欸 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結果就為了避免這種狀況 全部都要錄下 對 開始播 有時候真的是 靠喔以後真的是 防人之間不可無 每次 不可無 不可無 防人之間不可無 以後在墨鏡裡面 就直接塞那個 對 鏡頭 每次聊到這種東西都很難過 就是利用人家同理心 然後再說社會越來越冷漠 對 幹 算了算了 總之呢 希望LD的房子可以 好一點 你那邊怎麼倒垃圾 我嗎 我們這邊固定會有一個集中區 時間到了 我知道你是社區 你們那種社區型的都是集中的 你們那是個人 那種就是小工業 追垃圾車 對 我以前住那邊也是追垃圾車 時間到了拿下去等 對啊 然後還很尷尬 就是 比方說你是我好 你在那邊等 然後那邊有一群人 LZ那邊有一群人在聊天 然後突然就 LZ就看著我這一邊 然後說 就突然在開始聊天起來 跟你聊天 真的嗎 對啊 然後我就 結果他在跟我後面的人聊天 那邊講呢 白癡最好是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時候講說 你有回音 那他回下去 而且最尷尬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垃圾車時間我寄錯 還有15分鐘才會到 所以在那邊等很久 等好久 而且我想說 那這樣子先回去休息一下 發現我鑰匙沒有帶 進不去 真的假的 那你後來找房東 因為我鑰匙 隔壁有一間住戶 房東有寄鑰匙在他們那邊 你們家的鑰匙 可以寄帶隔壁 就備份的啊 沒有就是大門的 你是沒有大門 你裡面沒有鎖 我裡面就沒有鎖 我就直接跑出來 哇 怎麼怕被偷 還好吧 我覺得 因為那邊的隔層 就大門而已 對啊 不像我現在租那邊 算貴了點 不過還蠻安全 因為它進來很困難 層層關卡 真的是層層關卡 還要刷那個門 要BBB 然後按按按BBB 電梯也要BBB 還要另外按密碼 我是覺得蠻意外的 就是BBBBB 安全上考量 這樣其實還不錯 對啊 雖然麻煩了點 不過就 反正就未來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實況主的租屋處最重要 需要什麼 如果你以身為實況主來講 你覺得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隔音啊 對不對 我也是 真的 像我那邊原本的 住之前房東說那個窗戶有換過 那時候之前他們地板都那種鋪木頭的 然後就因為 台風 然後那個 露水 就全部拆掉 所以我家地板都一塊一塊的 就是那個類似烏子的 就黑黑的東西 可是那就是他們敲起來壞掉 然後他們就因為這樣 所以全部的窗戶都換隔音窗 就那種氣密窗 不是啊 那地板跟窗戶有什麼 直接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窗戶 因為怕露水啊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窗戶不好 所以露水 所以地板才拆掉 所以他們後來就全都換了 就換成氣密窗 然後我就要一關起來 我隨便有吼 好開心喔 所以你現在其實就不太擔心 我比較就還好 可是其實我那一邊 因為我那一邊有四間住 你對面其實還蠻近的 對啊 所以就是那個門的那一邊的話 其實都聽得到 但是實際上在屋內就聽不到 他們就出去那個走廊的時候 等電梯的時候會聽到我在鬼叫而已 所以就還好 那還好 那LZ有試過了嗎 你不是要抗壓測試 你不是要開恐怖遊戲 然後再開視訊嗎 我有點測試了一下 但是最近附近有什麼反應 但是我怕在晚上一直鬼叫的時候 到一個集職的時候 來的會是警察 這樣我會 應該會先按你門鈴 然後才叫警察吧 不知道 這樣不是很尷尬 沒有 重點是你晚上半夜 你有聽到其他鄰居的聲音過嗎 隔壁會 如果他好像弄插頭 還是放水的時候 大概會聽到聲音 放水 洗澡的時候 對啊 這樣子隔一個牆 後面就是浴室了 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是水管聲 還是他洗澡水聲啊 上下吧 對 可能 但是我也不太敢去確認說什麼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聽到聲音 我還想說什麼 我還在開窗 我說什麼 不知道洗澡會不會是正妹之類的啊 然後之類的 我想說 然後那時候說 你聽到水聲 你不覺得人家有聽到聲音 會嗎 有可能 有這個可能嗎 所以 所以 你會想要去看看樓上 到底是不是正妹嗎 有樓下 你可以假裝路過一下 對啊 他門都關著啊 你就按店裡了 對啊 叮咚叮咚 哈囉 不好意思我剛剛在樓下打棒球 好像打到你家的樣頭 我可以看一下嗎 我撿個球 不知道搞錯是隔壁 是隔壁 我看到我在對面 這樣真的就是警察來了 可以啊 這樣不行嗎 而且我現在坐在那裡 我還不知道隔壁住誰 我們還沒看過他 沒打過照面 沒查 我那邊就是 作息實在大家 我家隔壁那間看起來 我以為是空屋 就有住一個人 你明明就有鞋子 沒有沒有 我說隔壁 就我家的隔壁那邊 就旁邊 對面總共四戶嘛 然後對面那個 兩戶人家是面對面的 然後都有住人 塞了一堆東西 在那個樓梯間 對 然後我隔壁那邊 因為他就只有一張 看起來超級舊的 又髒的爛地毯 我就一直以為 裡面沒住人 可是他鞋櫃收明 他怕人家偷他鞋子 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一直以為 沒住啊 然後後來有時候 遇到才知道 原來隔壁有住人 可是不是啊 像你們這種搬家之後 你會做那種 極限測試嗎 就是近坑的鬼口鬼叫道 看什麼時候 應該不會吧 我就先加減 對啊 我也是覺得就是 普通開台實況 看有沒有影響到 看有沒有反應啊 如果大家都沒反應 當然好啊 所以目前我測試覺得 還是可以 目前我看 對面沒有什麼 想要抗議的反應 我覺得 我就是反正 就是開台的時候 我就把東西灌一灌啊 就還好 比如說他可能覺得很吵 他就敲你牆壁之類的 有可能之類的 那目前沒有 我精神的聲音可能是 我只會覺得 我的臥室的樓上 好像隔音不太好耶 因為樓上在幹嘛 我都聽得到 我那邊也是耶 可是很奇怪 我自己 我常常在 玩那個傑斯店 跳來跳去 鬼有鬼叫 可是我床沒有被按過門鈴 可是樓上 他應該養了某一種生物 我不知道養了什麼生物 大半夜的 都很像殭屍爬星耶 就這樣 殭屍才不會爬這麼快 可是哇靠 到底是什麼東西 超級常在爬 為什麼哇靠 他家在養了什麼怪物 貓吧 以這種速度來講 應該是貓吧 這很靠北 貓應該不會有這樣子 從那邊跑到那邊 從那邊跑到那邊 我其實是老鼠吧 老鼠或貓 我會想說 到底是我樓下那人 看壓性太高 我每次在那邊 亂吼亂叫 他在那邊跳來跳去 他從來沒有被按過門鈴 他已經習慣樓上是低能了 你住那邊一直以來都是低能 那你那一層沒有其他住戶喔 有啊 也沒有反應 我對面有一戶 一家人吧 可是我也從來沒有被反應過 就才一家人 所以你們是那一層 就兩戶 對 然後 因為是那種 那種什麼公寓嗎 大公寓 大樓 很舊式的那種 所以應該全都是水泥牆 水泥牆的那個歌音很好 就是上樓梯 然後這邊一戶這邊一戶 對 那一種 那種就不錯 那種就等於是 有點類似獨立一城的感覺 可是我的窗戶外面 過去那邊 就另外一棟大樓的 我覺得還蠻近的 而且他們 那邊應該是學生套房 因為他們 只要有人在吵架 我都聽得到 那再來我覺得歌音好像也 可是我從來沒有被按過門鈴 我覺得這個通常是互相 因為你自己覺得吵架 你通常就不會去反應人家吵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自己也很吵 他們可能有聽到 因為像我有時候也會聽到 因為我那邊有一個窗戶是對馬路 然後另外一個後面 浴室也有一個廁所 是對後面的那種 可是有時候會聽到 類似吵架的聲音 也是類似吵架的聲音 或是有人大聲講到聲音 而且是半夜 但是我也沒有特別去反應 然後我就覺得 我有時候也是 互相互相 所以像苗塞爾就會覺得 實際上北部的半夜都會大聲吵架 多半會有一些一定的音量啊我覺得 北部的半夜都在吵架 因為我有時候也聽到隔壁兩三年 還在放東西 還是他在弄插頭的聲音啊 插頭 插頭你也聽到 插頭你也聽到 那就蠻大聲的 插頭聲音是什麼東西 就是插東西進去的聲音 就是啪啪的聲音 誇張了 反確他在插插頭 不是插別的東西嗎 不是插插頭 啪啪的聲音 不是那個 他是插別的東西吧 不是你這麼大一聲 應該不會只是插插頭啊 對啊 不是你等下我們測試 你插插頭會有一種 你說那個電有反應嗎 不是電有反應 就是物體碰撞的聲音 反正就是我有聲音 你那不是插插頭 插插頭 我沒有辦法想像出他一個 你所謂的那個聲音 我印象中度只是那個 電氣電開著去插插頭 不是那種聲音 不是電流音 應該是一個磨插那個 磨插 就是要插頭 插到那個插座的一個塑膠 對對對 對對對 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雖然講得很清楚 我聽得很模糊 抱歉 我也無法理解釋 反正就是 有機會再讓你試試看 對對對 我們這邊有個插頭讓你插一下 對對對 應該有插頭可以試試看 好啦反正就是 大家都注重隔音 是自從搬出來之後 我在家的時候就是 在家的時候外面都會吵我 而且那個時候就有在玩 稍微晚一點實況 還沒哄的那個時候 還沒哄的那個時候 然後我家人就會一直煩我 一定他已經覺得 幹什麼 晚上不睡覺 電動槍 就毛一堆 然後現在知道的時候就搬出來 然後一天到晚 就是你知道 打擾我 你在幹嘛 誰 我媽 你說你媽現在還在打擾你 打擾你 你是Line啊 還不睡覺 三更半夜還不睡覺 對啊 怎麼都不早點睡 眼睛要壞了 真的要壞了 快配上 不然你養我啊 我要賺錢啊 你養我啊 我就半會去做 就不講話了吧 等一下我很好奇 你爸媽有按過你粉絲團站嗎 沒在用嗎 我媽應該有啦 你媽有 你媽這麼心潮在用臉書那些的 我覺得就只是為了看 因為你不登錄你怎麼都看不到 所以你媽有在使用臉書 應該就只是有帳號 我有一次晚上10點 然後PO實況文章的時候 我現在要開實況 我爸在底下回說 你一定要這麼晚開台嗎 你爸知道你在開台這件事情嗎 你為什麼不早點睡覺 你這樣這麼晚開台嗎 我那篇文章 我完全沒有去理他 沒有去回應他 你不講大家就不知道 你老爸還沒差 不是重點是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你爸 你可以私訊他 你可以私訊他 我都直接按個讚 按讚 表示已讀 OK 我知道 我任何覺得很尷尬的狀況下 我就看有沒有那種可以 顯示已讀的感覺 你就私訊他說 請不要在這種公開場合 在談論我們這種家務式 真的 你知道這樣很丟臉嗎 實在很丟臉 實在是很尷尬 我不知道要不要回你 對 一類的 自己參留言吧 就是 不然你就請你爸養你 好啦 我在賺錢啊 不然你養我吧 靠爹娘 之類的 好啦 我們再聊下一個 最近VR相關新聞很紅 說什麼實況 今年是VR的虛擬實境元年 我覺得 就 再看看 我是 再看看 因為它現在出來的東西 就是很雛形啊 你有看過它那個 PS獨佔的幾款 重點的VR就是互動遊戲嗎 就同時要上製 裡面這樣有乒乓球 不是現在就是課程嗎 不是不是就是乒乓球 就是對面有一個電腦 它就這樣敲 你要用頭去頂那個球 用頭 用頭 就是VR 你就看到一個球這樣飛來飛去 然後就頂回去了 這沒有說法 對 我就覺得 用頭 它是一款耶 對啊 它可能是用來測試 先開發 對 因為現在初期 就一定都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像那個 像那個 刀劍神域啊 日本那邊有在做 你有看過影片嗎 我有看啊 我覺得 就是有手在面那個 對啊 手有點 有時候會有點扭 對 因為那個 可是我覺得還算不錯啦 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初期 模組再做好一點 當然會期待啦 不過實際上就是 真的是等一段時間 這種東西我都是等個三年 先看一下評價吧 我覺得現在進步蠻寬 應該不用到一年吧 不一定不一定 因為這個是完全全新的東西 所以它應用的東西 就已經有雛形了 但是你要到成熟還要一段時間 像PS4也是啊 那時候PS4剛出來 我也是過了一陣子才會去買啊 對啊 所以 雛形還早 所以DR你要等多久才買 等 整體來講OK 就跟Windows10 是差不多概念 所以你要裝Windows10 他是不會去裝 我現在右下角一直跳出來 立即免費取得Windows10 真的 他每天都會通知 這樣你升級 對啊 你不小心按到就死啊 他就問你 他就問你要現在還是等一下安裝啊 這樣 你說我不是按錯 我要降Windows10 他就問你要現在還是等一下 你沒有拒絕的權利耶 真的 我之前用過Windows10的電腦 然後他會 他會 右下角會常常跳提醒 就是說 請問你會推薦你的朋友使用Windows10嗎 不會不會 靠你媽的 垃圾問見 對啊 因為我的筆電 我那時候買筆電 他裡面就已經內建Windows10 雖然用起來就還好 有一點點不適應而已 因為他有些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是不習慣嘛 Windows10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大家也是覺得就是 還是XP好用啊 主要是Vista那個時候沒有用過 Vista真的是 Vista真的是垃圾 所以大家就是 XP直接跳Windows10就還好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Vista怪怪的 所以你如果用過Vista 再去換的話就會覺得不適應 不適應 不過你如果用Vista 然後直接跳Windows10 我覺得就會很適應 就差不多的感覺 會嗎 因為差不多爛嗎 沒有 見面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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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便用 我覺得因為秉持著原本的原則 因為之前有Win8 就是一好一壞原則 Windows11 一好一壞原則 這個做什麼 不錯的 下一個就垃圾 對 你看看98之後的那個 你要隔代去增輯 隔代教養 特別好用 所以Win10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真的還是要等它穩定 對啊 像那個時候Win7剛出來 大家也是唸 因為有Vista的前車之鑑 大家都覺得 所以隔代它現在Win10 應該是Win應該用的 對啊 可是現在普遍都用Win7 對啊 XP已經停止供應了 對啊 它不可以 對 那所以這支Win10 是可以 是可以 攜帶的 不過我還是一樣 就說的東西我都會等一段時間 真的穩定 整三年都已經到Win20 30了 沒關係 那那個時候 就是用Win10的好時機 Win20 30了 是不是 好啦 總而言之呢 VR就奇奇代代 反正呢 VR這種東西 就是任何科技都來自於人性 反正你不想買 等到它開始會有一些成人物品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去買 好 因為最新也是的 可是新中VR一篇會選擇 當然還是要先去買一個回來 就是你要微調一下東西 因為那個都是根據每個人的 腦力跟眼力去做微調 腦力 就是因為你 智商太低了 對 智商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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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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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它要靠你的眼睛度數啊 你要去調 不然就會暈 所以啊 反正就是等一段時間之後再說 我們這邊呢 有一些遊戲的影片新聞 我們先來看第一款 這個剛剛聊到VR的Bullet Train 什麼子彈列車 嗯 其實我現在發現VR做槍戰影片還不錯 它那個是HTC的 嗯 有手把感覺好像還不錯 不過啊 如果到時候VR出來要做實況的話 會比較麻煩 因為它有在另外導到 你要同時架很多東西 對 而且沒有 重點是你要怎麼看到自己實況 你聊天室之類的 你沒有辦法跟瓜哥互動嗎 就不要看了 所以你要架很多東西 來想辦法來彌補這些 對 而且你就眼睛就帶了那個 你又只能看到遊戲畫面 目前看VR的影片都在錄影 他你可以在旁邊也寫照現實 而且它這種東西就是 怎麼講呢 然後都不動這樣 怎麼剛剛是拍它啊 剛剛是拍好看 這實在是那個深圳的人那種遊戲 是出了影片 不是啊 我說他剛剛用手拍敵人 沒把邊拍倒耶 沒有啊 剛才他有丟東西我看到 他拿東西去丟一下 可是因為像這種東西 虛擬實際 他沒有東西握著的話 我覺得怪怪的 他這個是有手把啊 不是那個啊 不是啊 他就算有手把 不是在落槍嗎 不是在落槍嗎 我就是踩手就是怪怪的 有差你 你槍也沒拿幾年好不好 我可以自己買啊 我可以自己買啊 我可以自己買槍 我可以去買P90 P90 我個人重愛P90 他說他本作才用了什麼 Touch的控制器啊 在遊玩時 控制器並不代表手 是代表槍支 所以你的手就是槍支 玩家就是手握兩支 兩支控制器 兩支槍 所以就變成 就變成洛克人了 你如果轉動頭的話 改變視角 然後瞄準動作 也會依照你 就是手不感應的位置去 去做瞄準 做瞄準 試試器喔 用頭取代你原本滑鼠 應該要有那個功能嘛 一類的 其實我比較希望 他們如果要出大周邊的話 就是對應一些東西 出一些專用的 對 武器啊盾牌啊 對這個遊戲的話 你這樣到時候 你家媽堆一堆 媽的像是那個 我OK啊 你家媽堆一堆 對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 如果真的值得 我會願意去搞這些 也是啦 就是值得的話 身為一個比較職業的玩家 就是你知道肥宅 肥宅 他們出這個應該也 也不便宜吧 他如果每一種 要對應遊戲去出 然後他下一款 又叫你買新的印度 又要換 就是要等 等他降價 等他平價 有沒有 等他就是 比如說這款遊戲 是盾牌系耶 然後你就統一到三代 就三款盾牌 然後他還不讓你那個 因為他也是另外一種 桌邊收藏啊 他可以做跟遊戲幾乎一模一樣啊 對啊 你不只就是拿來擺設好看 你還可以實際拿來拿 像那個刺客教材的秀刃 就是這種道理啊 他們之前有賣 你有嗎 你有買嗎 有 他有一個玩具 因為買我根本不夠拿出去用 我不知道那個 你還想拿出去用 收藏啊 不是啊 就除了收藏沒用啊 就拿起來 你買啤酒 你也不能拿出去用啊 可以啊 可以 實際上可以啊 如果我真的要拿出去用的話 就是你在那裡打生存 所以 所以 就等他成熟之後再說 總而言之呢 VR啊 就 奇奇怪怪吧 會不會其實第一發 你就衝手發 因為現在我 我不會 我絕對不衝手發 可是聽說 他現在那個HTC那個 已經有跟那個 HGAME合作了 對 隊伍排得很誇張 我知道啊 可是就 就不衝手發的類型 因為對我來講 我不會去擠第一個 或者是最 很早搶先的 那你想要當第幾個 那如果廠商提供給你呢 我就當那種就是 3675萬個 第87個 如果廠商提供給你 第87個 廠商如果提供給我 免費當然是免費拿 對啊 但是也不會馬上玩 會吧 如果他提供給我 當然就直接試試看 我玩看啊 對啊 反正我又不用幹嘛 那如果人家就是 你要自己去買 我就慢慢等 我沒差 花自己錢的時候不一樣 對對對 自己的錢跟人家送的 就是有差異 我們看下一個就是 航海王的這個 什麼熱血什麼東西的 結合日本澀谷街景的 Burning Blood 對對對 有一個CG洞華 我們看一下 熱血沸騰嗎 這個還蠻酷的 我覺得這種就太突兀了 你說如果突然混進 2G3G 風格啦 風格不一樣 太突兀了 我覺得 這沒有很擬真 然後但是又跟這種 現實結合 對 可是像這種東西 你要到女生很困難啦 畢竟角色是角色 因為他角色設定 本來就是 很不…就是解釋畫風 所以你有先看過這影片嗎 這個 我有看到過那個 那個 那種掃覽影片的 後面 這樣 可是我沒有點進去看 後面 還有一個 之後 最後 後面 開 開 開 日本身材好像有踏車 因為那個Pokemon GO出來之後 女子格鬥遊戲還不一樣 不是 就是那個 他們用會搓在手機上面那一款 所以你可以去世界各地 抓神奇寶貝的設定 那一款的鎖 就是在不同的區域 會抓到不同的神奇寶貝 對啊 因為他們那個出來之後 這類的影片變超多耶 像那個啊 龍珠雷打 可是這跟海珠有什麼正相關嗎 沒有就是那種 就是跟現實結合的那個 就是動畫加現實接近的那種 是運動畫 看起來就 還是很突兀 就還是很突兀 因為這很像是遊戲 這種東西就是他早期 他的格鬥遊戲就差不多就這個畫面 但他把運搬到跟現實融合那種感覺 對啊 就是把背景做綠幕 然後把角色倒進去的感覺而已 就普通 沒有很異體性 普通 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個人對航海王的性質就普普通通 所以你也不會想玩 你也覺得影片還好 都覺得還好 其實現在實況遊戲的第一個主軸 就先看看他有沒有中文 如果我有一點興趣的話 我就看他有沒有中文 可是他是格鬥對戰 格鬥對戰應該還好 我都還是會希望有一點 因為他畢竟還是會有劇情模式之類的 一類的 然後如果他沒中文我就看我有沒有很想玩 如果我真的很想玩 我真的他媽想玩我就直接買了我不管那麼多了 所以你也是 主要其實這樣講起來還是看到底想不想玩吧 對 可是有沒有中文就會做第一個考量啊 對啊 你看像那個全境封鎖 如果沒有中文我可能也不會玩那麼久 因為什麼都看不懂 也是 也是啊 因為他很多東西設定跟裝備那些 你頂多就只能去背幾個就是重點字 就跟那個我那時候玩暗黑一樣 就背幾個 記得幾個有效的特效 我知道STR可以加傷害 其他特效都是垃圾表情 對對對 像那個什麼東西被打到的時候寫會 寫特效看起來會比較華麗的那種東西 就不會去記住它 對 來我們看第三個 就是時空幻境狂戰傳奇的宣傳影片 我也拍了 Excellence jumps commit regrets 很寫中 所以 麗麗的 感覺 小 персонаж 來到 是 是 他還做動畫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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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夥伴團體都要出動畫 你有沒有看到嗎 還沒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巴莎莉亞 他還出在片子3上 他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會跨平台出片子3 然後這一款有 確定中文化 但實際上應該都會在一年後 有興趣嗎 會啊 一年後 主要中文化要等到2017 據說 大部分是這樣 像那個啊之前的熱意也是啊 熱意也是 因為他們中文化是PS4獨佔 然後PS4的中文化人員自己做的 嗯 需要很多時間啊 所以現在PS4很多遊戲有中文化 但是都要等上一段時間 他們速度比較慢啊 對啊 因為他們也不是那個 製作人員 他們是等遊戲完成之後才另外去 對 然後在導入之後他們才自己做中文 對 然後才釋出遊戲這樣子 雖然期待啦 不過還是希望可以就是同步一點 嗯 這就是為什麼Ubisoft還是有人要買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同步 同步 對 第一時間就有了 我覺得就像Ubisoft的沒有重步中文 應該還是會有人買 可是台灣市場 對 因為台灣市場在過去那個啊 幾乎都是靠人家漢話啊 對啊 靠我們中國漢話啊 然後後來才 後來他們才做官方的那個中文 雖然有錯字 可是我覺得很有誠意了 你說官方的還是有錯字 對 我那時候就是試完的時候 我還是抓到好幾個錯字 錯別字嗎 還是指這個翻錯 對 錯別字 或者是語意不通順 想說少一個字 他們根本沒有較高的 就沒有弄得這麼準 可是我覺得已經很 已經有誠意了 看到了 看到那個新的 所以Ubisoft的東西 我還是會買啦 只是有點美礦玉夏的感覺 有點可惜 我看你最近這款玩得蠻歡的啊 這款不錯啊 就是全新封鎖 真的是不錯啊 真的是不錯啊 而且它的中文 你刺客小小機也蠻開心的啊 刺客小小機 就真的是美礦玉夏啊 哇賽 我這個叫做 從二代玩到現在 都多少了 他們後來就不用數字 他們後來都用 復標了 對直接下復標 對啊 然後他們復標從 實際上從 四代 沒有四代還行 從大革命那一刻開始 大革命 大革命不就是四嗎 沒有沒有 四之後才是大革命 然後大革命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判變 判變 是同一時間出的 然後判變是用舊系統還不錯 可是 新系統 新系統就是大革命的新系統 他們的跑步 他們同時出但是 一個是新系統 一個是舊系統 對對對 一個PS3一個PS4這樣子 怎樣誰 你不Play 真的是Play You 因為就有美方越下的感覺 希望他們就是下一個步驟 花錢把他們除錯跟測試 感覺上 然後像蕭雄其實也做得不錯 可是 蕭雄其實被罵滿兇的吧 就有一點卡卡的 因為他導入了大革命的系統 新的系統 然後來做用舊的那個故事性 他故事寫的就中等 沒有什麼 沒有史詩的感覺 最好玩管還是二代 那種感覺 二三四五我覺得都做得不錯 四代有點三代的資料片的感覺 然後三也做得滿有特色的 然後二不錯 就這樣 所以他們就真的越來越奇怪 希望再加油 再加油 好啦看最後我們有這個活動 這邊有說什麼 抽出訂閱的乾爹三名 賣卡貝要送動漫相關好禮 動漫相關好禮是什麼東西 我們應該 對啊我們要送什麼 說不定現在馬上就有人訂閱了 因為因為那個東西 我旁邊在這裡 不旁邊在這裡講 演抽什麼 自己要抽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會拿到什麼 什麼背嗎 什麼什麼背的嗎 T恤嗎 什麼什麼背 什麼R35 T恤啦 T恤 T恤 所以我們就要送一些東西給 你已經抽完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 沒有現在要抽了 怎麼抽 他剛剛那是測試 按什麼 你等一下這個 他在跳有沒有 跳跳 我們要讓他一口氣抽 我們要讓三個就對了 觀眾看一下畫面嗎 有倒這個畫面嗎 你就按著然後放 放上嗎 有沒有看看 拉上去 拉上去 然後我們要按哪裡 按那個 等一下按這顆 你就可以抽出你想要知道 按第一 如果有重複的就 就再抽下一個 然後我會抽下一個 反正就按一下 可是不是才抽三個 一次不就中三個嗎 就是看編號 那我按喔 你就按住 按住 按住 然後他會一直跳然後放開 好 好來數到三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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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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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I's on 我乾爹 再三十四 三十四 這是怎樣 這是三十三吧 193 什麼東西193 193是觀眾的那個ID 他前面白的 他就是那個 我們有那個正式線 234你剛剛看到33 34 沒有沒有要看他前面也沒有 這個啦 量啦 所以不是193 那是生豪 你還少說人 恭喜我們的123 不好意思啊193 剛剛剛剛到錯啦 對不起啊 葉子騙你啊 對不起 是生豪生豪 換人去酸葉子 4040 酥 酥哥 9453 都是素智人 素智人 素智都是跳高 李麥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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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酷喔 真的 好了 恭喜這三位 這幾個位 我們的 工作人員再聯絡你 好的 就這樣子啦 抽完了 然後我們最後呢 要來就是 慣例的 小遊戲 經濟時間 我們上一次雖然有講這個 題目 不過好像沒聽到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照上次了 他們後來想起來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題目就是 廢到笑 廢到笑的遊戲 看他很爛 可是假如我們笑出來他就贏了 對 贏了贏了 沒有 剛好我覺得我笑點超低的 我是這麼覺得啦 然後我要忍住 這樣你應該會給兩款遊戲都蠻高分的 賣卡貝之不能笑系列 你是那種 賣卡貝不能笑 敞開心胸之後 出了很像白癡的人 笑惠人竟然揍人 好是哪兩款 有沒有一個 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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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任意球 好來我們進一下畫面 喔 啟動賓士 康 康達姆 康達姆 鐵斯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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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聲音嗎有音樂嗎 有嗎 要 Destiny嗎 緊急發進 所以機器人呢 喔喔喔喔喔 他要先跑到機械會 你現在是在忍住笑嗎 所以我要我要 你現在就想笑了嗎 所以我現在要跑到那個嗎 呦 挺會跑的啊 屁股很笑的 有啊握在躲啊握在躲啊 不是我說你要跑到機器人 他可能還會亂開機器人 我也想要開啊 但是他還沒到啊 到底要跑得很近 對啊 這太近了吧 好啦他可能真實比氣 只要到看不到那個 以我主鋼彈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 應該還要再跑個 到了 喔是喔 所以這遊戲 喔喔喔 喔喔 挑上去 すごい啦 他穿得很像那個大阪開機 真的耶 你看他要發進了 然後現在 啊為什麼還要跑 喔變快了耶 所以他的目標就是要 上到機器人身上耶 所以我就只要這樣一直朝機器人跑 就跑到 跑到 有機結束 你太快了吧 現在葉子是笑得開 他已經覺得 他已經覺得夠 這個主題你是沒有辦法那個 等一下你是覺得這遊戲很好笑是不是 我覺得還好啊 我是覺得真的確實是 蠻符合這主題 真的是蠻廢的 真的是蠻廢的啦 真的是蠻廢的啦 然後屁股蠻翹的 而且他服裝顏色 被打到了耶 可是我還是到耶 這遊戲看久了真的會覺得有點 那真的是蠻爛的 有點好像 好像是有一點好笑 有一點點好笑 一點點 他被打到會怎麼樣 我剛剛被打到有後鞋 他頭就歪啦 他頭就歪啦 右上角跟賴子 右上角 歪頭 為什麼 這個 發進艙的那個 公共設施沒有做得很好耶 什麼公共設施 你在講什麼 你看他現在要上駕駛艙了 明明是駕駛艇 澳洲都是木頭的 他會跳 真的耶 連進去之前都會打 GD被攻擊了沒 你有沒有看過鋼彈啊 原來是GD被攻擊的時候 要砍回去駕駛艙啊 阿姆也是 阿姆也是那個 在戰火中找到鋼彈的 原來是有這樣子的背景 有這樣子的 那他不就這樣一直跑 然後跑到 跑到一輩子 就上駕駛艙 這有變化嗎 來來來來 我看你笑得這麼開心 給你玩玩看 你玩玩看 左右左右嗎 我就去按住他左右就好了 很簡單的 我是那一頭 你馬上就敲兩下耶 完了完了 我是一個合格的駕駛艇 馬上就敲三下耶 你是故意去給他敲啊 他會敲 喔喔喔喔喔 欸要敲到駕駛不會死啊 會啦你才扣命的啦 你要不要敲到駕駛艇 不是扣啊 哇你快要敲死了耶 蠻菜的耶 你已經一上來就掉一半的命 真的耶 你還沒出戰場的時候投就很破 你要不要隨便跟我說 我還好 我覺得蠻來勁的啊 是這種賓士遊戲耶 不錯嘛你又做到了啊 挺好的啊 看來你就投給這個遊戲了 你就不要等一下下一關也會笑 你看你是滿 我等一下下一關也會笑 不會不會 變老小了 可以可以 你現在先卸你 你的血又滿了耶 欸真的耶 原來他一次可以 一場一關可以砸酒 欸欸欸欸 你在這邊接 哇這不好把自己敲 欸這有些目的不是那個耶 不是接這個棒的 來吧你把自己敲指針了 我已經有點興趣了 欸沒命啊 欸零 喔零還可以再挨一下 他死掉了耶 變天使了 哇真的是死掉了耶 我看你笑得挺開心的 沒了耶 可以可以可以 這可以 就這樣 看來葉子很細 玩這款遊戲啊 不錯啊 來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嗎 這個就很普通了 你玩過 我玩過啊 完了 你看就是你要這樣吃嘛 有沒有 這我好像還快全破過 完了完了 那這樣子 你看你又會踢 你看你要怎麼踢進去那個球門 你看這個看起來最爛 真的有力 踢有力 有沒有 就進了 然後他會去閃喔 對對對 你要找出這個防守真的弱點 對對對 你看好像踢這邊可以 又踢踢看 你看 我還以為你要說 我還以為你要說其實這邊可以 然後結果他就跑出來撲球耶 有沒有有沒有 欸欸欸有沒有 GO 我聽到葉子就笑 GO GO 有沒有有沒有 這個看不出來任何差異 可是依依妹妹又出現了 你看地上這邊有一個鞋帶掉了 踢他 踢他 他鞋帶掉了 哇賽這是考驗觀察力的遊戲 對啊 你要去考驗觀察力啊 喔喔喔喔 你看他會散開 然後又又回來 所以他又回來 GO GO 有8夠了 8夠了 然後先下廣告 完成就好 來來Stage 3了 你看這邊 有這個蒼蠅 蜜蜂 有沒有 對 顏頭一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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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現在要打蜜蜂然後他往下那個 對啊 找找威力在哪裡 威力在哪裡 就是你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你掉的球是普通的球還是金色球呢 你就要很誠實的 普通的球 有沒有 葉子又死 GO 喔喔喔喔喔喔 拳倒拳倒 欸 沒有拳倒 失敗 失敗了 就要踢踢 不能拳倒 不能拳倒 他在慫恿你打拳倒欸 慫恿你有沒有 陷阱踢 Stage 4了 人性 考驗你人性是怎麼一回事欸 你下去的時候踢進去就好 那腳上是為何 來不及了 你要再會掉之前踢 有沒有 GO 好這個是那個知名的劈頭師 我忘記這要怎麼辦了 這什麼意思 沒有劇透了 好像要理解一下這個梗 好像踢這隻吧 有沒有 因為他死掉了 那兩個死掉了 母鴨帶小鴨 有空性 耶 完美的踢 來來 Stage 4又過 來到Stage 5 很簡單嘛 要進那個洞裡面 沒有牛被騙啊 他在慫恿你 真的 最慫恿 陷阱踢 看到按鈕會想要去按他一樣 真的 我們就看到Continue Stage 從中間踢進去就好 唉 唉唷 唉唷 看我們要打裁判是吧 完了你要想一下 踢那個拿竿子的 是不是 這樣子也可以喔 可以 加油射門 比分是多少 任意球 耶 沒有防守 快點快點 只要做到這一點 沒有老闆 就是現在開槍開槍 任意球 好 直接 好 GO 進人進人 那個是那個 那這個怎麼辦 我看看 瞧 直接踢一看 唉唷 這樣一個187 不能走中間 要靠著腳走 我們要從 靠著左邊走 是嗎 GO 靠著右邊走 好像也可以吧 橫鋼喔 唉唷 你怎麼踢人家腳喔 他只會開一隻腳是不是 哇 又美了 哇又輸了耶 他可以無限接溫到全破還不錯耶 慢慢玩 好 我們來看看能不能破Stage 5 好 射門射門 你們比分是多少 任意球 任意球 任意球是不是就是那個 只要做到這一點就是現在開槍開槍 老闆老闆 好 就是那個啊 GO 因為這是日本的 他是弄那個 你口你口的那個 大陸也有 因為他現在中文版 欸欸欸欸欸 哇 又騙了 他腳都提起來了 又騙耶 要先看他抬哪隻腳 就另外 你就待他抬的瞬間 射門就好了 從跨下咧 跨下可以嗎 應該要被他兜當布擋住吧 哇 這相撲割耶 有點難喔 沒有天分耶 射門天分 就這時候丟 剛剛那時候 射不就好了 喔有了 看準時機 有沒有 嗯 好 最後 最後了 忍者 好 你要先看他們的位置 因為他們會放煙霧術 踢到他的屁股了 好了結束了 看來 就是我們 機動兵士UC 特別有趣 特別的廢 看到我們 看到我們 小公主笑得這麼開心 就知道他到底有多爛 沒錯 對 比較可惜 其實第二款蠻有趣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款 題目是比哪一款比較廢 誰贏了 誰贏了 第一款 第一款比較廢 第二款是蠻有趣的 他是一款 我覺得還蠻好的有趣 第二款是有創意 對他太有創意了 所以他不廢 可是玩到 一直很好笑耶 你居然都沒有笑 可是第一款真的太廢 沒有是廢到笑 跟他有創意的笑是不一樣的 真的 來來廢一下 第一款更廢 廢 比廢 比廢 真的 終於找到什麼叫廢了 最會玩爛遊戲 最會找廢遊戲 你現在要幹嘛 就是四肢固定在上面 要來抱他了嗎 對啊 現在浮地挺身 浮地挺身 這樣子浮地挺身 我們麻煩鏡頭對一下吧 有了有了 有了 好猛喔 我怎麼知道是誰想 因為我覺得會贏 因為我覺得會贏 我覺得會贏啊 如果今天是比創意 或是什麼有趣的 就贏 很健康很健康 很健康 手部跟腳部的穴道全部都進去 五下就好 五下就好 多塊健康木刀店 五下就夠了 來一 現在你們可能只想做一下 再下去點 再下去點 來一下二下 二 我自己你喊 一 比你喔 五下 做完了 健康健康 挺好的 好的 這個呢 看看我們的編輯 越來越辛苦了 就要來 我們又要想下禮拜的題目而已 好啦 我們看完懲罰之後 中間在那個 最後再公布就好 那我們就先進廣告 我們等一下慢慢想好了 好來 好來 看我們 好來 我的好去